大家好,歡迎收聽到《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時間是2019年7月24號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義德台洋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澳洲的真必 剛才我們說的題目 一群所謂的黃絲去到昆士大學 在外國的活動 不知道為什麼有同一群 但很奇怪,多了很多西人出來說反送中 其實他們知道什麼回事嗎? 我不知道 其實西人也挺多的 有年齡牆 當然有一群大學生就不怕 有差點爆發這個騷亂 嗯 其實 很奇怪 為什麼你在香港人 我講一講,這個就是黃衛兵的輸出革命 或者可以叫做革命輸出 其實他們的革命在香港還沒有成功 但是幫助其他的地區進行同一類型的性質革命 哈哈 他們最新的標題就是光復香港全澳聲援 又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就是他們叫做Brisbane的香港留學生集會 幸好我搬走了,我以前也是住在Brisbane的 說真的,我有幾年也是住在Brisbane 我就是當時認識珍BC的 現在搞成這樣,其實香港人真是驕傲 其實我覺得很煩 很醜啊 哈哈 我的嬌子其實是很酷的 不是諷刺意味的 很醜怪 我覺得很昂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想問多一句 你們的事關我們什麼事呢 你可以表達訴求 但是別人搞一個市場 你搞到有大陸學生 有兩邊對馬,有警察,有安全 是啊 一對馬他們就罵大陸人 又欺負我們香港人 就在那裡假裝 假裝得好像受害者那樣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都是人都欺負人少 整天都欺負大陸人的在香港 說真的 都是的 都是的 其實 都是的 其實有些都 就是 我看到的就是很多都是 就是澳洲的話 其實都有一幫人欺負大陸仔都有的 但是 總之都是很煩 就是 做一切好自己 很多事情都是你們讀書就讀書 教你不要亂搞 其實同一件事在奧哈蘭今天也發生了 今天在奧哈蘭大學 有些香港學生貼了一個含龍牆 真的 真的貼了 你沒有校 我沒有校 但是我們這些怎麼會反中亂講呢 你說我們這些怎麼會 在三個小時之內被人拆了 哈哈哈哈 是嗎 是啊 不可以拆 哈哈哈哈 我辦公室在學校附近而已 真的不叫我 那拆了就算了 說真的 你用什麼 我們也不會拍片 我們拆了個陸龍牆 千萬不要 因為我們正常的人 拆了沒有人 拆了沒有人 哈哈 哈哈 沒有啊 真的很醜 無地之勇啊 令人 其實你在外國 就是所有華人群體 應該團結的 我認為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香港人永遠都是走開一遍的 我對不起 我不是香港人 但是我可以跟他說 事實的 香港人是很喜歡 把自己搞得很特別的 就算我們這些土生 土長兩三代 都會覺得自己是華人 但是香港人 覺得自己香港人就是香港人的 沒辦法的 是嗎 其實殖民地教育 洗腦洗得很厲害 還有 他們那個想法 其實香港人的想法 很多人是做不到 跟這個大中華接軌的 其實有一半的人是做得到的 我相信 就是一半人比較開通一些 還有思想是比較 可以接受新的 那就可以跟大中華或其他地方的人接軌 那 很多香港人不好意思 是做不到的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 就是他要別人確認 就是他們 要做同一件事才可以的 比如 其實香港人有一個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有一個 制服文化 我意思就是這樣 以前你買的那些手機 很久以前是說十幾年前 人人都用Nokia 8100那些 8100那些 其實那時候就叫制服機 為什麼就是人人用一樣的東西 其實香港人 不是一個多元的城市 發型都一樣 是啊 全部人的發型都差不多 雖然這個 沒有這個金正恩這樣限制國民 要做什麼發型 但是你香港看看 其實香港很奇怪的 香港跟外國的感覺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或者跟中國內地 也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 每個人其實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去到中環 其實他們的Style 用什麼行頭 那些全部差不多的 你去到UQ 看得出哪些是那個人 真的 是啊 你看得出的 就是產 髮型 穿衣服的Style 當然大陸人 都是 看得出他的Style 就算是什麼Style 但是在西人眼中 都是Asian 實在是 但是大陸人是多元一點的 大陸人做事 其實可能國家比較大 抽出來的人都不同 每一個人出來的人都不一樣 是 有些地方土氣一點 有些地方就潮一點 這個都是的 大陸就比較 還有他們吃東西又不一樣 就是每個中國人的地方 其實大家真的吃東西 可能唯一可以相通的東西 就是餃子 但是每一個地方餃子的爆發都不一樣 就是我 就是我跟一些中國大陸來的朋友 商交就深深體會到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 香港人我不覺得 現在出來的那班示威者 有這個心去認識不同的朋友 他們經常都想自己 把自己的東西銷售到外國 然後拿到外國的認同 之後就銷售回來香港 其實就出口轉內銷 因為我昨天也聽到有一個叫做Housemate 他就跟另一個來自大陸的Housemate 說 就是 我另一個大陸的Housemate 就是大陸的廣東人 那我香港的Housemate就說 那些人打架我們 就是 找人打架我們 那他就說 我大陸的Housemate就說 其實都好像很亂很暴亂 他說 他就說了 你到今時還看大陸新聞 還相信大陸新聞的話 就沒用了 要看蘋果 看蘋果 其實蘋果比人民日報更嚴重 蘋果日報比人民日報更偏頗 更沒有營養 我認為人民日報是一份有品質的新聞 說真的 有很多資訊的 你要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 你是看人民日報的 還有他那個政治取向 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你看了可能有自己的判斷 究竟他實際的意思是什麼 我喜歡看人民日報有些 講一些不同地方的特色的文化 或者不同地方的經濟發展 這些是很有用的資訊 經濟方面 當然你政治可以不同意的 你就不會看他的社論 其實科學的做得很好 科普的文章也是 其實是十分好的 因為始終國家大的 科學家是多的 這個事實 你不可以否認他們 科學家來說 科學家來說是比較好的 實際上 在世界來說 算是人才 各方面 當然有些人會說 要抄 一句很簡單的話 要抄 以前是說社長 說他什麼都不懂 當然我們以後再講 華為 五豬 其實我們那套看法 現在就全部都浮現出來 其實就差不多了 可以聽回我們以前的節目 如果有興趣去看這些 其實有些沒什麼時間性的 因為其實說話都是對的 有時候我會說錯 譬如上次說那個 《忽化卿》 我就說錯了《忽化卿》 但其實那個用途我沒有說錯 只不過因為我看的文章 很多都是英文的 有時候就是那個 英文的法學品 那個element的名字 我有時候是轉做中文是轉錯的 因為 其實那個中文字是差不多樣的 對我來說是有些困難 那 不好意思 之前也有說錯話的地方 但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聽眾 就是 都是比較對我們有包容和愛護的 那 很感謝我們的聽眾 那 其實 現在你看《人民日報》 你說 沒有 很偏頗 其實就不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他們寫出來的東西 是沒有什麼立場的 就是不會一看就知道 他們實際上的立場是什麼 你不知道 除了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都會有的 很多時候是敘事 就是 我看到《人民日報》現在 就好像以前香港 傳統做新聞的方法就是 敘事 那個 立場就在社論那裡說 其他就是敘事 那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好 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 我很久都沒有看過這一類型的報紙 就是說真的 其實外國的報紙 很多都變了質 都不是這樣做 那人民日報可以做 對 其實外國的報紙 我想 以前我覺得 《independent》是有一點點 左翼 但其實我覺得 大概來說 《英國獨立部》 《英國獨立部》 算是做得OK 所以說 比《BBC》好 其實《BBC》 是 很多事情都是走樣 很偏頗的 因為《BBC》其實 很好笑的 大家都記得 《BBC》的經費是不夠的 是的 剪了水 所以 要做回一些 用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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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BBC》就大了 《BBC》就大了 可以和政府承認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這樣的 雖然都是叫國家廣播 那當然 澳洲的《ABC》也是這樣的 澳洲《ABC》 這一兩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是 都是激了的 就是比起以前 是沒有那麼 叫什麼 那麼中立的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很多 我相信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這個市場經濟 大家要在市場裡面競爭 最後目標都是一致的 就是騙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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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都不是一言堂來的 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意見和觀點 大家都是把那個觀點說出來 實際上的取態 每一個人的取態都可以不一樣 我希望是這樣 但是有些是原則性的問題 有些是原則性的問題 譬如反暴力 我們是絕對反暴力的 就是任何形式的暴力 如果你覺得我們收了行錢 我們都是沒辦法的 如果你真是死都要這樣想的話 你怎麼想跟我們實際上有沒有收紅錢 根本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怎麼想跟我們實際上做的事 根本可以完全是相反的 都可以的 你怎麼想不代表我們真的這樣做 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 覺得我們做了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就是做了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做什麼跟你想的事 可能完全不一樣 耳聽眼見也未必為實 我現在很認真地跟你說 耳聽眼見也未必為實 更何況你只聽到我們的聲音 見也未見過我們 是嗎 不知道我們真的做了些什麼 其實很多人說我們洗碗 其實有時候做很多努力勞動 做很多努力勞動是比洗碗辛苦很多的 是啊 頭髮白色 好像我這樣 經常都要抽些時間做節目 其實很辛苦 跟剛剛開台的時候 是差不多的現在的情況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我們 就是講到口臭了 其實這件事情 多些分享給朋友 壯大中間力量 還有不要讓黃衛兵輸出革命 其實我們就是中立模式 我們就是中立模式 還有就是以後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希望將這個全部中立模式的人聚在一起 就是大家講不同的意見 就算和我們支持 都可以在我們這裏留言 你始終都是要回到一個中間的位置 debate很重要 要尊重別人 其實在我們Page 真的很多不同意見 就是很多人 debate 只要不要侮辱其他網友 不要侮辱主持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不阻止別人 為什麼最近我們阻止別人呢 是因為散播謠言 而且真的太過分了 對其他網友說的 對其他網友說的 一句話又叫人死全家 其實是很容易的 我口可說一萬次都可以 是吧 那他沒辦法 因為他們那種思維和紅衛兵沒有分別 文革紅衛兵 其實現在我們就是做回正常人做的事情 就不要被這些政治狂熱分子騎劫 是吧 沒錯 即是你其實 左或右兩邊都是很狂熱 不要得的 是大家要有計談有商量 才對的 即是無論你是愛國也好 愛民主自由也好 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你可以由愛國又愛民主自由 就算在中國大陸走一街 都很多這些標語 民主自由富強 都寫出來 即使中國大陸都是追求這一點 你覺得自己英國人都可以的 真心說是吧 你覺得是不是 沒有所謂的 全世界的人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 即是這一點是全世界的人的共同點 公同價值來的 我認為就是你追求過更好的生活 其實是很卑微的 有時候就是賺錢 現在有些人阻礙人賺錢 他們就把自己的價值觀凌駕在別人賺錢上面 我就認為不當對 尤其是現在禁鐘發生的事情 希望快點完結 這些暖的事實 是啊 你無差別的 其實現在基本上那幫社運友 就是無差別的攻擊全香港市民 網台就是無差別的狂猛撐 其實我們再重申一次 我們沒有撐警 我們只是說 該執法就執法 如果有什麼警察做得錯的 犯了法就拘捕 不是用法律去懲治他 我們從來都沒有站在任何一方的地方 你不可以這樣為警署欺凌警署 做什麼這麼壞的事情 如果他們有犯法 你要跟程序做 跟程序做 你投訴他也可以 告法他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不要你為人 是啊 我們說的中立模式 其實後面還有四個字 其實這四個字是家產生提出來的 就是回歸法治 其實是的 其實我們從來都是站在法治那一邊 你說我們完全沒有立場 中立不是的 我們是站在法治那一邊 有些人就質疑我們說 你憑這個元朗事件很偏頗 完全有預設立場的 我們的預設立場就是 暴徒應該被人嚴懲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兩邊嘔鬥 為什麼不是拘捕兩邊的人 只是拘捕白衣腦 黑衣腦沒有抓 彈出彈入給他們 拍片那個人也沒有抓 這麼奇怪 還有煽動這一次衝突的人 完全沒有抓 那個人也有參與 嘔鬥 現在他只是被人打到 嘴子爆了 連了十八針 他就可以逍遙發外 這個世界又不能這麼便宜 其實連十八針連了他的嘴子 整個嘴都連了他 不要讓他說話 不過這個只是開玩笑 其實這樣說的 不當是對的 那好吧 應該說話 這節目也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安安 拜拜